你好,欢迎收看5月11号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台东县政府近年来在智慧服务及应用表现上十分亮眼 人事行政总处特别在台东的创客园区举办了高阶领导研究班 由副人事处的处长苏俊荣带队 邀集了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的院长陈中志 还有各中央地方机关主管将近有30个人来进行观摩 县长黄建廷也和学员们分享台东近年的转变 不是热气球,不是冲浪,不是我们做的最棒的这些 其实最终最终你还是要回归到 你就是希望你的人民活得很健康 如果台东可以,我相信大家都可以 县长黄建廷在高阶领导研究班和学员们分享的一句话 直接点出台东快速高点的原因 如果连最基本的产业就业的机会都没有的话 你要去谈文化、医疗、健康 这些都是原木球鱼 人事行政处11号上午到台东举办高阶领导研究班 特别邀请县长黄建廷 在智慧城市县政分享中 分享台东借由热气球、冲浪、铁人三项等国际赛事及特色活动 由一个弱势的线份让台东有了明显的改变 我做的其实就是把台东的好的环境包装成产品 但是你要带一点创意 翻转台东的私部局 有很多人说很多媒体用热气球经济学来形容台东 选手多少?4600人 这铁人三项每一次来都要带拉拉队、要带家人、朋友啊 只要我们每次办这个比赛 筛爆了,那几天就筛爆了 都要跟我们请求,要特别跟台铁申请专列 不然的话根本 台东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的交通建设敢不上我们的发展 很多人想来台东买不到票 买不到火车票买不到飞机票 县长黄建廷也提到 台东今年在智慧服务局应用上的成果 我觉得这个是要让台东 更快速的缩短 跟外线市的城乡的差距 这个是要让台东能够更快的跟国际做联结 那智慧城市可以应用在很多的不同的领域里面 政府推播 讯息给民众 一方面民众可以反映各种问题 各种意见给政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平台 再加上台东金币之后 台东金币又串联了业者 所以等于这三方都把它整个串起来 这些来自全台各地的高阶主管 将到台东各地进行参访 县长黄建廷也把握机会行销台东 希望大家多到台东观光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